我国的新冠疫情走势正处在风口浪尖 有鉴于雪龙地区医院收治的第四和第五期患者大幅度增加 床位使用率超出85% 卫生部已经召集各方医院和卫生局人员采取应对措施 为了添购除了添购医疗器材增设加护病房床位 当局也扩大外包措施 转借非新冠患者到私人医院以舒缓公立医院的压力 卫生部部长拿督斯里阿汉巴巴早上深入柔佛边加兰 巡视设在单种本格力的苏丹伊斯迈陆军基地疫苗接种中心后透露 根据政府和公立医院以及大学附属医院 包括万宜国立大学儿童专科医院 沙登伯特拉大学教学医院 以及马拉公益大学医院达成共识 增设加护和普通病房的床位和设施 并且调动外地医护人员到人手短缺的医院支援 根据卫生部统计 吉隆坡中央医院急诊和创伤治疗部以及加护病房收治的新冠肺炎病人当中 病情介于第三到第五期的患者占了71% 其中急诊与创伤治疗部每天接纳的患者至少有60人 平均有3名处在第四和第五期的患者需要呼吸机辅助 第五阶段患者则需要在加护治疗 为了进一步减轻定点医院的负担 当局将会把病情较轻的病人转接到其他医院 同时号召志愿工作者 例如卫生部培训学院旗下的护士专业准毕业生 接种疫苗后加入辅助阵容 以填补接种和筛减中心部分护士调派到前线后留下的空缺 另一方面政府将继续通过添购疫苗和在全国增设更多的接种中心 将每日的疫苗接种率从25万剂增加到30万剂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